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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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也没有什么剧好看耶 因为你都追完了 有一点感双 九云娜在追剧的时候是非常的疯狂的 因为我不知节制啊 投射者的不知节制 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之间把自己看完 而且你会快转吧 我没有 蛤你就是真的看完哦 真的看完 我会快转耶 我不会快转 我觉得这边节奏有点慢我就会快转 我不喜欢快转 我喜欢看慢的地方 而且我还会连它的背景啊 它的灯光跟就是光线 如果它慢到这个程度 我就会连旁边的 就是还有时间可以观察旁边就对了 就是看一看这样子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有趣 真的哦 我还真的没有注意过这些小细节 如果是蛮有质感的剧的话 通常它的背景其实都有讲究 我相信是啊 都会符合 运镜或者是画面切割的感觉 对啊 符合主角的人设之类的 会摆一些很适合它的东西 哦 嗯 好细腻哦 我都只有帅气的主角 对你就只有眼睛只有看到那个主角而已 对 而且是男主角 对对对 真的性别取向还真的蛮特别 我平常真的比较喜欢看帅哥 猛男 或奶油小生 这个range有点光 我觉得你喜欢的是猛男的身体配上奶油小生的脸吧 没错 哪有阳光的笑容 挺挺的鼻子 大大的眼睛 你就是喜欢长得好看的猛男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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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会不会哪天我就交男朋友之类的 哦 好啊 要分我用吗 哈哈哈哈哈哈 以下开放猛男来应征 就是我们可以来个开放关系 是真的吗 哈哈哈哈 你之前不是还在那边跟我说你做梦到不行 啊真的吗 有啊 你之前有一次 还不久之前耶 上个月而已吧 说什么 你说你做梦梦到 好像我跟别人在一起 然后你在旁边看到 然后你就会说 哦没有 我没有办法接受开放式关系 那你是跟男生还是女生在一起 不确定耶 我觉得可能是跟女生在一起吧 如果你跟男生在一起 我可以接受 哈哈哈哈 是根本就想自卑吧你 哈哈哈哈 你会不会笑得太开心耶 话志赞赞的 觉得很有趣啊 很难想象你要跟男人在一起 我也很难想象 所以还是别想象了 感觉像两个girl们在一起 嗯 那也不错啊 你们可以那个柏拉图式的情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能够觊觎猛男的身体吗 他都练那么壮了 哈哈哈哈 可以啊 我来帮你 嘿嘿嘿嘿 怎么越聊越晚 我们接下来要分居了 哈哈 我这个主题也转换得太快了 哈哈哈哈 在完全没有任何简介情况之下 我们接下来要分居了 在听的那一群人还在那边想 哦 乔安娜喜欢猛男 下一秒 什么要分居了 是为了猛男吗 哈哈哈哈 就是 乔安娜爱上了某一个男人 某一个猛男 小别 小别胜新婚嘛 据说是这样 乔安娜以前都会一直讲小别胜新婚 不知道她到底哪来的新婚 哈哈哈哈 一直要跟我小别 然后去找新婚 哈哈哈哈 为什么我们要分居呢 因为乔安娜要去找猛男 对 好啦你讲啦 就是 马桶在漏水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在租的地方 真是无止境的漏水 那已经修了三四次有楼 我们已经见识过很多水电师傅了 真的 发现好的水电真的会带你上天堂 我们目前换了几个啊 三个吧 不止 在家之前的应该有四个 对 四五个 哦对对对 我想到了 有一个你没看过的热像仪的那一组 哦 还有我们这边安民馆 嗯 就是热水重拉管线 我们这样有六个人 六七个 天哪 大家如果真的想要买 三四十年以上的旧公寓的时候 真的要想清楚 因为它的问题不只有你翻修你的那一层就可以解决的 嗯 因为像我的画画课同学是说 四十年以上的劳公寓 它的管子会用铜管 嗯哼 铜管时间久了就会破掉 破掉 嗯 所以 它说每一个转接的地方 转角的地方 就是管线要弯的地方 它都是用铜管去接的 这些地方都会破掉 所以 就是每一层都是这样 很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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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天哪 那现在的就是会用不锈钢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不是只有我们这一层漏水影响了楼下三楼 据说 据说不是只有我们漏水影响了三楼 三楼据说也是在漏水影响二楼 所以就是一个大家共体时间的概念嘛 哈哈哈哈 就是 一起面临久劲 一起漏的概念 可是我真心觉得我们住的这五年里头 近一两年这边的气场真的整个状态变得更差 你说是因为阿伯尿尿吗 阿伯尿尿 然后还有就是漏水的问题 因为其实大概是去年的暑假 大概五六月之前吧 就是我们的房间里面开始 好像就是它的热水管有问题 所以导致三楼在漏水 我们房间啦 的地板 对啊 地板的漏水让 我的瓷砖那个裂缝中间长箍了 就是长出奇怪的东西来 而且我那个时候看的确瓷砖的地面会看起来有 水渍 对现在好像就没有了 就不停的出湿啊 哦 其实不是只有到这一两年气场才差的 就是刚搬进来那时候 楼下的状况比现在还要糟很多 哦对对对 那时候很有资源回收的阿婆会把 那些杂物堆在我们大门的出口的旁边 对啊后来有清掉了蛮多的 对啊清掉了蛮多 我不知道是师姐跟她讲还是 都有可能啊 嗯就是我们这一栋的二楼住一个四季的师姐 她 她是大概就是只有她跟我会维护这楼下的公共空间吧 嗯嗯嗯嗯 对只有她跟你 我那时候还觉得说 哎搬到这里了很开心可以可能找一些瑜伽的老师啊同学来玩 后来就不太敢 那我觉得蛮有趣的 其实我们一开始来的时候没有觉得这里的环境那种不OK 可那个时候一直在一心一意想要找房子 就一直觉得哦租金OK然后室内状况OK 而且我们那天看房的时候 大概应该有十几组客人来哦 很混乱啦 很混乱 所以其实根本就没有心思去注意环境的细节 不过老实讲 因为我在外面租房子租了很多年 其实像这个室内的屋况是真的很OK了 真的很OK了 是真的很OK了 就是很多这个价格的你去看都是顶家不然就是鬼屋 哦真的就那种设备老旧 或者是墙是用木板隔间的 哦我知道有一段时间的墙的确是那样子 对啊就是很多那种各种不OK的房子也都是要这个价格 真的耶台湾人真的好可怜哦 鸟居要不然就烂居 对啊 结果我们最近 呃后来 算是最近吧 在看租的房子的时候 发现只要屋况稍微OK的 现在都是要两万五起跳了 哎板朝地区是这样子 中和也是啊中永和也是啊 对就是新北市这个区块 哦 真的很扯耶 而且如果附带上要可以养狗的话 就几乎没什么选择 没有选择了 对啊对啊 所以你是为了鸡蛋 要买房子吗 对我努力的在看房子要买房子 就是为了给我们一家三口 一个不要漏水 但不要漏水这件事真的难控制 但至少就是 不要生活品质太差的地方 我们所谓的生活品质不要太差 也不是说我们要住什么豪宅 就是希望楼下 不要那么多蚊虫 野猫 哎可是野猫我发现野猫还蛮厉害的是 他们应该吃了蛮多的蟑螂的 哦对啊对啊我没有讨厌野猫 只是太多了 就是他在交配的时候 最近最近 对最近是他们的繁殖期 真的很吵哦 那一个卧室 没有没有我这边也有 我这边有另外一组 会在这个外面 因为我们附近都是那种铁皮屋 对他们会在铁皮顶 然后蹦蹦蹦跳 然后打架 而且就是那个叫声真的是非常的 就难以忽略 很凄厉 对就是说他到底怎么了 我就我没有讨厌野猫 但真的有点频率太高了 每天每天 几乎哦最近真的是每天 而且老实说连四季 就大概只有冬天很冷的时候不会有 对啊我其实没有觉得他们只有春天才比较多 我觉得秋天的时候也蛮多的 夏天也很多啊 呵呵好怕难怪 猫猫们繁殖地旺盛 真的很会生欸 还蛮特别的 那接下来你要搬去哪呢 哦因为漏水的关系 所以我们开始寻觅想要租别的地方 但就是租金都超过我们的预算 真的这就回到我们之前一直讲的 是不是真的像电商讲的租不如卖 然后我们就在绝望与走投无路的状况下 就决定搬回说书人的老家 这是有多走投无路 就是呃 我爸爸妈妈他们在 约莫三十多年前吧 就是有在板桥买了一个旧公寓 但现在是旧公寓啊 那个时候是预售屋 那现在 因为后来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搬去 就是树林了三家 我就是跟桥安娜同居 所以其实那个房子是没有人租的 没有人租的房子真的残破的很快 对 那你要说 那为什么你们要寻命的老办店 还要住在 就你们一直觉得环境不好的地方 那为什么不搬回去住 因为我妈之前看到桥安娜 心情就不好 对 心情就不好 然后 而且当初我们会搬出来的原因是因为 说书人的妈妈 希望我们不要住在那边 强力的希望我们赶快搬出去 对 她觉得她看到桥安娜就觉得很不高兴 就说快点啦 你们就是为什么还不搬出去这样 对 可是也不是说桥安娜做了什么事情 就只是纯粹一个 我妈看她不顺眼 我妈很容易看人家不顺眼 所以 就是可以理解啦 就是 但是她 对 我妈她可能又还是 那个时期还难以接受 她女儿是一个lesbian 然后又跟女友都在一起 对对对 所以我们那时候有点像是 在很短的时间内要赶快搬 我们那时候选择也 没有选太久 我们看到OK就搬来了 而且我那时候是暑假 暑假课那么满 然后剩下的时间就会在看房子 我觉得我大概从五年前就一直跟房子这件事纠结在一起 有耶 所以我们就从那里搬了出来 可是到了最近两年 说书人的妈妈看到房子这样子空着 那个状况一直越来越差 好像又觉得房子没有人住不可以吗 对啊 然后另外一部分又觉得我要把房租交给别人 就是肥水怎么可以流入外人钱的感觉 这情绪真的是 所以我之前 我妈在两年前 大概就有约络跟我提过说 看我们铆月到齐要不要搬回去 但我觉得他那个时候只是一时兴起这样讲 我觉得他没有真的认真想清楚 所以我就没有多加以回应他 但是这两年来 他就是时不时三个月到半年左右 他就会提一次 后来终于我觉得 好像他是认真的 那隔没多久我们就开始浪水了 他那时候觉得说是认真的 就来问我的意见 但是我那时候完全不想要回去 因为我觉得 同样的问题还是存在 就是我妈看他不顺眼 对就是一样 而且就不是说我们住进去之后 他就不会来 我妈就是偶尔会从三家过来板桥 找他的好朋友们 或者是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都会回家 一个礼拜大概一次到两次吧 所以之前为什么会这么尴尬 也是因为就常常要打照面 但是又看不顺眼 加上我们的乔安娜又不是一个 会去笑脸迎人 或者是奉承别人 讨喜长辈那种很喜欢的那种型 有啦我有尝试过啦 有尝试过要跟他拉近距离 对刚才被打枪了一次之后 乔安娜就会觉得 什么我都拉下脸来了 你打枪我 就会觉得没有必要啊 那就这样吧 对啊对啊 实际上没错 所以那时候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邀请是 有一点 没有很正确的邀请 我只是投射者策略 是要等待别邀请 那这个被邀请也要是 对方真的是 真心诚意的邀请你来住 真心诚意的看到我的本质 然后觉得说这是他可以接受的 然后他做出邀请 可是我觉得 叔叔人的妈妈的邀请 比较像是说 啊因为房子不住会坏 然后因为 你都房租都交给别人 对啊 就是因为这种原因的邀请 我就会觉得说 那这样子也是有可能 我们搬回去了之后 他又反悔了 或者是看到又不开心了 是很有可能啊 其实是很有可能的 对啊对啊 应该是说从之前我就一直在 偶尔跟他提一下说 啊可是你看到人家又不开心 我就会直接回他 他就会说啊没办法 那个也要调试啊 可是我跟你讲 人总是这样讲 就是人都会觉得说 哦我应该可以早起去游泳吧 但真实要早起的时候会觉得 干我到底 为什么我要早起去游泳 我要做这种事情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人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 我还是积极的在看房子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就是 有点像是因为漏水的原因 变成 被push去做了这个决定吗 所以我们之后会搬回 我的旧家 可是旧家现在因为我们要回去住 所以有些地方要整修 哦不能说有一些地方 就可能厕所 三分之一以上的地方都在搬修 后阳台啊 两间厕所啊 厨房 厨房啊 气密窗啊 哈有要 铁铝窗啊 有要弄气密窗啊 有要弄气密窗 真的还假的 我每次回去 就会多一两项东西 我妈就说 这个也把它弄一弄好了 这个也把它弄一弄好了 啊 这个电线也把它重迁好了 可是 水管稍微把它重拉一下好了 电线重迁是 我觉得蛮必要的 对啊蛮必要的啊 因为现在有用电 就我觉得我妈这一点还不错 她不会觉得说就是 这个钱她舍不得花 她会觉得要用就把它用好 没有 因为那是她很宝贝的房子 对 那是她很宝贝的房子 没错 哦 因为那是我妈 花了毕生精力 因为我们家 其实以前没有特别好过 那是她努力下来的资产 对 小孩也是她的资产 可是小孩会跑 哈哈哈哈 房子不会跑 房子很乖 所以她要好好的照顾她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她对那间房子很有感情 那这个当然我也可以理解跟 同理体谅啊 那就是她的啊 所以那边因为在整修 我们也没办法搬 对 中间好像预计啦 目前不知道到底施工会多久 预计是五月初五月中吧 五月中 我猜是五月中五月底之类的吧 因为我们还要切那个 天然气的瓦斯管线 因为以前旧公寓 很多都是瓦斯桶 对瓦斯桶 就是液化石油器 我们现在这里的房子也是啊 也是啊 对啊 老房子很多都是 就是都要打电话去叫瓦斯 然后洗澡洗澡一半会没有热水 我真的觉得这很痛苦耶 可是我小时候就这样 我习惯了 没有 就是很迅速的看到 哎没有热水了 就会头顶顶了一堆泡泡 可是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啊 出来煮热水 啊我小时候曾经一段时间是这样 可是很快的我爸爸就换成了电热水器 哦 所以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我爸爸觉得电热水器比较安全 哦对啦对 对所以很小就已经换电热水器了 只是就是洗澡前要加热这样子 对 然后可能洗完这桶没了之后 就还要在一段时间 我爸妈住的房子 他们是用太阳能源板 然后因为收集了太阳能 然后就可以加热那个电热水器 所以那个电热水器是靠太阳能源来发电的 嗯 天气好的时候热水就会很多 对 啊如果下雨天就是热水 不是台中很常都是好天气啊 对啊 所以就是很省电 好棒哦 可是那个太阳能板不是也是耗损品吗 不知道多久要换啦 但是至少盖到现在都用的还蛮好的 真的哦 我爸就是喜欢这些高科技的 就是 好酷哦 就是真的蛮猛的 会想要装这个 真的哦 嗯 可是好像 越来越多人会采用这个太阳能 我觉得可能中南部还蛮适合啊 嗯 台北可能就 台北基隆应该 可能就没有那么实用 因为这边要修哦 那边也还没好 就我们就要暂时分居 我要回我爸妈家 我也要回我爸妈家 对 然后我要带着鸡蛋去 台中住透天醋了 我也是回去住透天醋 你也是耶 对 大家都 长辈们都喜欢透天醋 然后 因为老家还有一只 秃狗 不知道会不会跟鸡蛋 鸡蛋一定会凶他 鸡蛋一定会凶他 鸡蛋他会闻到他的味道就说 妈妈平常出去那么多天 回来都带着你的味道就是你 就是你这个野种 鸡蛋也是野种 米克斯 米克斯决斗 就是 我猜鸡蛋应该不会 鸡蛋一定会很凶 但是这只小狗因为 老家那只土狗是非常灵活的 而且跑超快的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会弄得鸡蛋 哈哈哈 就是很想鸡蛋很想揍他 但是他又 揍不到 对 他又逃很快这样子 哦 蛮想 看一下 都说露营一下好了 哈哈哈 哦没有问题 就是世纪决斗 哈哈哈 平常在都市以后的都市狗 一定是斗不过乡下狗的啦 哈哈哈 可以试试看 所以我们这样大概要分居多久呢 从五月初 可能 到明年五月 真的哦 哈哈哈 哎我们真的在一起 八年这段时间 没有分开 超过三 有啦有啦 你可能回南部的时候有啦 就是你可能回 老家的时候会有这样的现象 不然应该真的很少分开超过五六天的 很少 对啊 嗯 嗯 对啊 你知道到时候搞不好 你会觉得 哇 我诞生好开心哦 对啊 不用带着狗 虽然我平常还没带着狗 你平常又没在理他 我理他 我理他 我怀然说 你只要玩弄他 对 只有捉弄他而已 就是 真是 相处模式 就是一个玩伴 你觉得 如何 回去住 会有什么想法吗 还是你忙到 无法思考了 应该也是很忙吧 对啊 应该也是很忙 你妈知道你要回去住吗 我妈知道啊 对啊 我有跟我妈讲 我说接下来这一个月 你会常看到我 哦 因为我跟她讲说 房东跟我们说 五月三号之后 要开始来修水管 嗯嗯嗯嗯嗯 严格来讲是粪管 哈哈 呀 可是搞不好是 冷水管在漏啊 也不一定 也是有可能啊 搞不好我们回来的时候 又发现这一多 几条冷水管之类的 民管 我是觉得房东 他买到这个房子 蛮辛苦的 是啦 所以奉劝大家 买房子的时候 物件还是要好好跳 房东说 他那个时候来看这个房子 只看了两次他就买了 我在想说 是不是大家买房子 其实都还蛮阿萨利的 哦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我很龟毛 但好像蛮多 的确 看一看觉得OK 看一看觉得OK 来看第二次不看 通常就会下斡旋了 是齁 嗯 可是下斡旋这段期间 应该还是可以找人来厌屋 或者是找人来看 毕竟是 对啦 老房子 可能没有那个概念吧 我觉得这个房子 应该有真的 40年到50年之间 我觉得应该有 接近50年了 嗯嗯 像我从 大学毕业之后 大概就 再也没有回家住 这么久过了吧 你可以好好跟你爸妈培养感情 拉近你们的 距离 不知道 反而会不会推更远 不知 就是有一种不安感 真的哦 就是 可是其实你爸妈妈 也没有管理管很多啦 嗯 但是我是一个 不受教的小孩嘛 现在应该还好了吧 就很不喜欢被碎念啊 跟你一样啊 对啦对啦 不喜欢被碎念啊 然后不喜欢被管啊 虽然回家就是 会很像独生女 因为我姐姐跟我妹妹都已经不住在那边了 对但是就是 人的头脑就是很爱找烦恼嘛 你回去就可以不用一直打扫啦 然后有人煮饭给你吃 我觉得我回去应该会 受不了你妈的厨艺 不是啊 会打扫一下 我会自己打扫一下 因为就毕竟要住比较久 可能就会把那些柜子里面不知名的衣服 已经堆积了不知几十年的旧衣服 回收一下吧 其实你们家很大耶 你们家一楼客厅是不是还有跳高 对啊三米 三米而已吗 正常一般就是三米啊 哦真的吗 现在很多就是只有两米九五或两米九二 哦是哦 我不知道到底多高 但是就是爆炸高的 就是你要换灯泡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要去仓库拿超长的那种 那叫北翼 他们叫北翼是不是 他们叫北翼 就是你要爬那个楼梯 旅梯 对旅梯 而且很高的旅梯上去换灯泡 哦 我也不知道跳高到底几米 对但是二楼的天花板感觉也比一般的天花板还要高 总之二楼也是跳高的感觉 三楼也跳高吗 好像都是耶 天哪 所以你们家盖三层等于人家四层或五层 有可能 真的是霸气耶 就乡下人吗 羡慕 那为什么我阿公住的是 是破旧的小房子 没有搞不好你阿公那时候也是个豪宅呢 没有 在那个年代 好像还好 那真的哦 真的 干三没有出生在好人家 可是房子大真的会堆积很多杂物耶 对啦 对啊 对啊 你就会觉得好像可以无限扩充 因为不管怎么摆 看下来都空空的 真的也很羡慕 我们现在在看那些房子 因为现在的新城屋 大部分都很小 很两房大概都只有16坪到20几坪 20坪吧 三房可能都是22坪到26坪 嗯 室内主家羊 真的是小不拉几耶 太阳那么高 我觉得现在人好可怜哦 我跟硕书人说 我们去买帐篷 没有 我跟硕书人说 他要开始学习断舍离了 不然 就是要怎么住这么小的房子 真的 好可怜哦 大家辛苦了 嗯 大家都很辛苦 会不会分居之后 我们发现过得更开心呢 有可能耶 发现说 好像没有这个人也没关系 哈哈哈 就五月底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我决定继续留在这了 台中不错啊 就是不会 空气 空气不怎么好 但是天气很好 哈哈哈 然后鸡蛋也习惯了 哈哈哈 他也把Miko咬烂了 哈哈哈 Miko是那一只小狗 你有空的时候 我来看看我们就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 我们的关系到此结束了 哈哈哈 不会啊 就是嗯 哈哈哈 我也会找时间上去台北打包的 就远距离啊 哈哈哈 啊我偶尔去找你度假这样子 哈哈哈 是这样子 对啊 哎有没有可能啊 我不知道 wait and see 搞不好你会快乐是生仙 就觉得说我干嘛要这个 那我们的节目就要改成拉子奔居生活 哈哈哈哈哈 对啊 哈哈哈 就没有见骨了耶 哈哈没有见骨 没有见骨了 你只想要见骨是不是 哈哈哈 就是 可能会 步调变超缓慢 然后 然后内容全部都变身心灵 这样子 哈哈哈 有可能有可能 大家就没有办法听着你的笑话 哈哈哈 很开心了 不会大家说不定更喜欢你的痛调 哈哈哈 不会觉得一直有一个人来说 好吧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近拉子幸福生活 会不会在一个月之后 变成拉子奔居生活 对啊 人生真的其实蛮难讲的 好吧 祝福你搬回台中一切顺利 也祝福你 哈哈哈 的喉咙 哈哈哈 早日康复吗 对喉咙早日康复 然后 对啊 健康还是要顾啦 好哦 没问题 嗯 怎么好像在道别 哈哈哈 也快了啦 下个礼拜 对啊 就要搬了 谢谢你们的聆听 后会有期 哈哈哈 是这样子 哈哈哈 大家拭目以待 究竟我们的关系 会如何发展下去 说不定我就去找了猛男了 哈哈哈 然后我就过期那个 湖冰散记的 哈哈哈 哈哈哈 相居生活 好 哈哈哈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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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